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约伯记的34章 其实就是之前鼓励大家回去看341到33章 今天就从34章开始 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前面 31章讲到约伯自变的下一端 在31章里面约伯的自变就总括来讲 他思想他查看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里面 看不见自己有任何的问题 看见有需要帮助的问题 他就出手帮助啊 从来没有堵塞这个侧影之心 甚至他的眼目都是接近的 从来没有用情欲的眼光去看过任何的妇女 所以这就是他的辩解 意思就是说 约伯左想右想 怎么想来想去 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做得不对 真的想不到 所以他都仍然持手乱一句 就是他相信自己在神的眼中 都是可以合格的 可以勉强称为一个义人 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 神的击打无缘无故的去领到他 对他来讲这个击打是无缘无故的 就是如果讲坏的话 很多的人都坏过他啦 就是比不上他的人 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击打 偏偏是他 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疑问 经过这么多回合 他三个朋友 连续来攻击他 他仍然都是这样的论调 从来没有改变过 然后去到三四二章 就一个年轻人出场呢 就是一粒户 一粒户比月博的三个朋友年轻 他说我忍了很久了 一直都不出声 因为我年轻一些 就等让你们这些老人家讲先 但是他越听就越生气 就越发怒 发怒当然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对着约伯 他觉得这个约伯 这个老人家 真的是死骨不化 讲了这么久 聊了说了这么久 始终都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 因为他发怒的对象 也是那三个朋友 因为他觉得约伯这三个朋友 年纪也有那么大了 也都是智慧人 为什么这三个人 讲来讲去都没有办法 可以说服到约伯呢 没有办法可以教训到约伯呢 没有办法去 折服约伯 所以他就忍不住开口了 他的论调里面就讲 原来就算是年纪大 都不一定能够明白真理 就算是尊贵人 都不一定有智慧 所以他就忍不住要出生了 本来就觉得你们年纪又大 又珍贵 你们应该是能够搞定约伯的 谁知道到最后这三个朋友 都已经没话说了 所以他就忍不住了 他就要出生了 34章第18节 他说如果他再不出生的话 他就是说我里面已经 我再不讲的话就不行了 就已经顶得上心口了 不可以不出生了 你们真的是太不像样了 他差点就没讲 你们几个老人家都不像样 全部都是没有智慧的 其实他这样的言语 一方面是很想斥责约伯 另外一方面也是想斥责约伯的 三个朋友 所以34章开始 他就跟约伯说 你的道理在哪里 其实他的论调和三个朋友都差不多 这个论调就是 始终就是抓住那件事情 就是 今天你面对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 不会出错的 如果神不会出错的话 那出错的一定是你了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说 人在神的面前 其实是没有脖嘴的余地的 特别是他讲到 神的旨意 是很显明的 如果神要救一个人 因为约伯在这里 呼求神救他 约伯在呼求 神离我面对面 所以一律呼就说 如果神 是要出手救一个人的话 他绝对有能力 但是神为什么会不救一个人 为什么要让这一切临到呢 一定是因为审判的缘故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的话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约伯来明白 他的目的和三个朋友都是一样 约伯如你真的看得见的话 你认错 你回转归向神 神一定会救你的 其实他是想讲这件事 就是当你去认错 当你去回转的时候 神一定会救你 你继续这样子 坚持这条路 这条路是死路 这条路其实就等于你向神发出一个控诉 有谁可以控诉神呢 你在这里不停地向神发出控诉的时候 神又怎么来救你呢 所以你不要再固执了 不要再顽固不灵了 如果你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你去修正你的错误的话 神是可以救你的 救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刚刚金鲁所问的问题 23到28节33章 就是神如果只是一个天使 将他的话传给人 只是人当行的道路的话 其实那个人就得救了 他得救就免于下坑 免于下坑的意思就是 就不会死亡 下坑其实就是死亡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这个人如果蒙神的拯救的话 他的肉要比孩童更嫩 他就烦恼还童 意思就是原来神的怀语吃下 可以让一个人更新 这个人就好像突然之间烦恼还童一样 重新的更新过来 这个更新所指的 除了是肉体上面 他整个的身体的状况 更新之外 其实最大的所指的就是 好像我们 回到年幼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是怎样呢 学习能力很高 你有没有发现你年轻的时候 学什么都很快 到你年纪大一些的时候 你再学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吸收能力 学习能力都降低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肯这样回转头 神将他的怀疑赐下 你肯修正你的言语的话 你就好像烦恼还童一样 你突然之间可以吸收 这些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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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知识 就可以让你好像重新再活过一次 你的整个生命的活力会回来 你的聪明智慧 你的吸收能力都会回来 整个人就好像更新的一样 你的任务都好像新鲜果然 所有的东西都会更新 这就是以利户的看法 那是以利户就说 但是你们三番几次都是这样 就是都听不进去 然后我们就来到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就是接着前面的 这一些的对话再继续讲 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三十四章 我将它分为 一到四节是一段 五到十五节是一段 十六到三十 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是一段 一到四节 其实是以利户的一个呼求 或者是一个引言 目的是要引起这个注意 带出下面的话 我们先看一到四节 以利户又说 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 因为耳朵是一样话语 好像上唐食物 我们当选择何为是 彼此知道何为善 所以他就说 你们智慧人要听 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 耳朵是来来做什么的呢 耳朵其实是来来试验这些话语 就是听是应当的 就好像我们的上唐常识物一样 所以你们要听要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就是你们的耳朵要有分辨能力 有听的能力 总之你要打开你的耳朵 打开耳朵来听清楚 然后他就讲 五到十五节 约伯神说 我是公义 神夺取我的理 我虽有理 还算为说谎的 我虽无过 受伤的还不能遗止 谁向约伯 喝鸡翘子同喝水 他与作劣的接伴 和恶人同行 他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 所以你们明里的人 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致行恶 全能者断不致作劣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 安定全世界 他若专心为己 将宁和弃受归自己 凡有学习的教育 必一同死亡 私人必归尘土 约伯就说 约伯讲过这些的话 约伯讲过什么呢 就是约伯自己自称 自己是公义的 但是神夺取了他的理 虽然有理 就好像变成我讲 说谎一样 虽然没有过犯 但是受伤不能得医治 这是约伯的声称 所以以利户 听约伯的这些言语的时候 他听不下去 他听不进去的原因就是 约伯在这里强持得理 约伯不断地讲 自己没有罪没有罪 所以我们看约伯就看到今天 其实约伯从来没有控诉过神的不义 他只是讲我没有不义 你有没有明白这个分别呢 分别就是 比如我不停地讲我没有做错 我没有做错 但是我没有直接说理错理错 所以其实他没有指责神 他只是不断地申诉自己没有错 不过这些的话 听进去的以利户的耳中的时候 就变成另外一个版本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 以利户就在这里跟约伯说 约伯你打开你的耳朵听 但是以利户有没有自己真正的打开耳朵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叫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但是 我们有一个这样立场的时候 我们叫人听我们讲的时候 相反 也应该问问自己 那我有没有听别人讲呢 那约伯的道理在哪里呢 你真的有去尝试了解吗 以利户就是这样 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和和节目师 他口中听到一句很特别 又很有智慧的言语 他就说 人的耳朵很有趣 就是你的话出来的时候 如果他的耳朵是一个螺蛳粉的形状的话 你进到他的耳朵 出来都是螺蛳粉的形状 就是你的耳朵可以扭曲你所听的东西 虽然以利户不停的和约伯讲 你要听啊 打开你的耳朵听 但是以利户自己 有没有真的听明白约伯所讲的呢 所以你看看他 引用约伯所讲的话 约伯说自己有理 神夺去了他的理 虽然有理 但就好像说谎一样 虽然他没有过犯 但是受的伤不能得医治 所以这些的话 本来就是讲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但是入到以利户的耳中的时候 以利户所听到的就是 约伯在这里讲神的问题 神有错 神不公义 神不公道 神不公平 所以以利户就听不下去这个话 他就要起来 其实他起来做什么呢 其实他是起来 要起来为神来善变 所以他说 谁好像约伯呢 鸡翘如同喝水 和作恶的人同行 和作恶的人结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 他将这些话 放在约伯的身上 他说约伯约伯 你讲这些鸡翘的话 好像喝水一样 就是你信口开河 你身边的人 都是作恶的人 和你一起的 你的行进和恶人同行的 你在抵挡神 你和神站在对立面 好像恶人一样 你甚至讲了一句话 就是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 所以你总讲的话 全部都是在攻击神 全部都是在诋毁神 我想以利户 好像说 就凭你讲的这些话 你还说你没有问题 你还说你是义人 你根本就是在指控神 你根本就是在咒骂神 所以他说 你们这些迷你人 你要听我讲 然后他就将他的 大道理办出来 他说神断不自行 恶权能者 断不自作劣 所以神会做坏事吗 不可能的 神会做这些错的事情吗 会做恶事的吗 一定不会的 他一定是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其实又是那一句 那个论调就是 恶人有恶报 善人有善报 这就是他们一直抓住的 所以权能者是不会偏离公义的 神是绝对的公平的 他不可能因为 你一个而将他的公平的属性 而收起来 神本来就是至高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后面 他说谁派到这里地 安定全世界呢 如果他专心为自己的话 将您和气收回 为自己 凡有血气的 就必一同死亡 是人 必人归尘土 就是神的至高 神的伟大 是超乎我们想象 有谁在他之上 有权柄 只是他做任何事情呢 没有啊 是谁派他去 治理这个世界 安定这个世界呢 没有 是他自己 如果他自私一点 将这些的 您和气收回给自己的话 所有人都会死 意思就是 约伯你不要至高 你不要这么自大 你以为你是谁 你配得神对你有不一样的对待 因为其实约伯讲到现在就是 他觉得 神做了一件奇怪的事 这个奇怪的事就是 将约伯 好像突然之间 放在另外一个种类里面 好像 意思就是什么呢 世人所经历的 都是三有三报 二有二报 但是约伯所经历的 不一样哦 约伯所经历的就是 好人没有好报 没好报都还不是最重要 而是他现在所经历的就是 好人还要被剥陀啊 被审判啊 就是 好人却都得着了恶人的报应 这个就是让他白思不得其解 所以当然对约伯来讲 就好像是 神你为什么无端端的 将我放在一个 这样的分类里面 从来只有两个分类 一个恶人 一个义人 恶人就是这一堆的 遭遇 恶人就是这一堆 那现在约伯呢 就成为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第三类 这个第三类就是 明明是恶人 但是他却不是承受 恶人的这一边的 祝福后果 反而是承受恶人 这一边的 咒诅的困难 困苦 但苦难临到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原因 变成他成为第三个 所以尼虎在这里告诉他 就是没有第三类人的 约伯 哪里有第三类人呢 神创造天地 神都伟大 所有的东西都出于神 你是谁呢 你值得神为你开 另外的第一个三类 将你放在里面吗 不会的 只有两类 所以约伯 你不要再自高自大 其实你常常说 自己是第三类的话 这个就是 都是你的骄傲 神根本 就是你是谁啊 你值得神为你 再重新开一个 法罗吗 意思就是 你跟着前人的智慧走 你跟着前人的道路 你认罪 你悔改 你就有出路 你一定要说 你将你的案件 来呈给神 就是你所 你所谓的第三类的那种 值得神去做吗 神创造天地 同管万有 神治理大地 他将学器 是给人 让人成为一个活人 你这个所谓的案件 凭什么带到神的面前 叫向人好好的 我们来到神身边 没事没干 你好好的 你突然去 找一个法官来聊夏天 你说不是啊 我的太太欺负我 你怎么可以走进去呢 那是一个这么庄严 最高的法院 你无缘无故的 你是谁呀 难道你的夫妻的 真到可以去到 这个终审法院 那你来处理吗 他会听你说吗 不会的呀 除非有很特别的原因 真的有一个诉讼 有一个理据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去得到 以利户其实就是 讲约伯 告诉约伯 你是谁呢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我们看下一端 16到30节 你若明你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无公平的 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 有大人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他对君王说 你是纰漏的 对贵臣说 你是邪恶的 他带王子 不信情面 也不看 众富足的 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的被夺去 非借人手 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 看明人的脚步 没有黑暗 阴依能自给 作劣的长生 神神判人 不必使人到他面前 再三检查 他用难测之法 打破有能力的人 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 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 打到他那里 他也听到了 困苦人的哀声 使他使人安静 谁能扰乱 他眼面 谁能见他的面 无论代义国或义人 都是如此 使不进钱的人 不得作亡 免得有人牢笼百姓 以利户一口气 讲了一大堆 他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真的明白道理 明白事理的话 你就听我说 你就留心听我的声音 其实一大堆的东西 无非就是说 其实神是绝对公平的 神是绝对无师的 所以他说 难道神会恨无公平吗 难道恨无公平的人 可以掌权吗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掌权一定有原因的 如果这个掌权的人 他心里面没有公义公平 他不喜欢公平公义的话 就算他掌权 都不会长久 这些百姓一定会推翻他 他怎么能够站立的稳 这个世界是讲公平公义的 作为一个权柄 而不公不义的话 你的日子一定不会长 你一定不可能会去掌权 如果那个人真的有公平 有大人的话 怎么可能定他有罪呢 就是神都不是这样做事的 如果这个人 他是有能力的 他有公义的 难道神会定他的罪吗 就是这句话又很简单 像我们讲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是公平的 很多人都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犯法的话 你不用害怕 但是你犯了法 你一定死定了 就是这样 其实他就是在讲这句话 就是 就是神是那个公平的 如果你真的是公义的话 你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神从来都不会 定那些公义的 大人的人有罪的 而且神不会看人的身份 就算是君王 如果你不对的话 神都会对他说 你是笔漏的 就算你是怎么尊贵的大臣 你是邪恶的 就是邪恶的 甚至对王子 神都不会殉情面 也不会看他的富足的身份 就算只是看你所做的 是不是对错 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 神都是公平的去判断 也不会偏视有钱的 甚至他也不会偏视贫穷的 有时候我们不会偏视有钱的 但是我们会偏视那些可怜的 但是神不会 神是绝对公平的 他不会偏大任何的一方 无论你是有钱的 无论你是贫穷的 无论你多么可怜都好 他都是依法来判断 所以乞丐冲红灯 和富豪冲红灯 面对的刑罚都是一样 这个才是公平 这个才是公义 不会因为这个乞丐很惨 他冲红灯就算了 就不告他了 不会的 这就是以利乎所讲的 所以他说 神是怎样的呢 神会注目看人的道路 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世上没有任何的黑暗阴 能够给作劣的藏身 就是人所行的 所做的一切事情 在神的面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神看得清清楚楚 意思就是说 神是那个明察求好的神 所以他看得清清楚楚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可以遮掩 神神派人 也都不需要在山的检查 他有他的蓝策之法 就是他有他的方法 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哪一个人 就是人看人 是看外貌的 但是以后话看人 是看内心的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 究竟神是怎样 看到一个人的身呢 我们的心 因为他有蓝策的方法 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的心 这就是我这里所讲的 所以他的判断就是 真实的 是公义的 如果你是行恶的人 他就找其他人代替你 让你轻浮灭亡 这些的众人 他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 他会被击打 因为他们不肯留心 听神的话 跟从神的道 甚至这些的恶人 与贫穷人的爱神 到达神那里 就是意思就是 神所有的东西 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东西 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神是看人的内心 如果神像一个人 演面的话 谁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呢 而且神的公平 不是特特的对你 神是无论对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人都是如此 从来不会 有任何的偏差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以利乎就是想告诉约伯 古往今来 神从来没有出过错 无论对一个国家也好 对一个个人也好 神都是这一套标准 从来没有变过 而且神是在任何的 黑暗在他面前 都不可能隐藏 就是明镜高于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去判断 就是约伯 你凭什么会说神不公平 你凭什么质疑神的判断 你凭什么质疑神呢 你是谁呢 神从来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改变过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31到37节 有谁对神说 我受了则发 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做了劣 必不再做 他施行报应 岂要随你的心愿 叫你推迟不受吗 选定的是你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吧 明里的人和听我话的 智慧人必对我说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事 言语中毫无智慧 愿约伯被思验到底 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罪上又加倍力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去曼神 这就是以律乎最后的总结 他说谁对神 可以跟神说 我受了法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做了劣 必不再做 就是谁合一合神来讲 就是怎么讲呢 其实是没有义人 他的意思是 就是谁可以跟神说 神啊 我这次经过教训 我以后都不会再犯了 其实我们连这一句 都讲不出来 因为事实上 就是我们所犯的过错 我们没有力不再犯 我们常常都是 我们所犯的过错 我们又再跌回去 就是我们说了一次谎 我们之后一定还会再讲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不去犯罪 没有能力去胜过我们的过犯 没有能力在我们受过责罪之后 就担保我们以后不会再犯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能力跟神说 神啊 你指教我 将一个光明放在我里面 如果我做了劣 后来我就不再做了 就算神讲明给你 听你犯了什么事都好 你都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以利胡所讲的 人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胜过我们的软弱 当然他这句话 是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讲 正面的角度其实就是说 约伯啊约伯 你自顾自大要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一个人 你有你的软弱 难道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软弱吗 难道你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义人吗 你比神更加有义吗 你真的可以不犯罪吗 就算神讲明给你听 你做错在哪里 你能改得了吗 这就是人啊 所以明你的人 所以神私行报应 难道要按照你的标准 按照你的心愿吗 不是啊 那其实我们走什么路 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那不如你说 这就是以利户对约伯所发出的 他说明你的 和听我话的智慧人 就必定会对我说 一定会告诉我们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 言语中毫无智慧 如果你继续这样坚持 这个论点的话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 所以其实以利户从头到尾 都是认定 约伯根本就是有问题 而且他现在是罪上 再加上悖逆 就是你做错 已经是事实还不认 还要顶嘴 就是已经做错了 做错了 不承认还要来泊嘴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来亲慢神 这个亲慢神就是 以利户所看见 他认为 约伯的所行所为 约伯所讲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在亲慢神 亲慢神的意思就是 看不起神 不以神为神 为什么不以神为神呢 因为他在质疑 神的公义和公平 神的公义公平在哪里呢 就凭你这个质疑 你已经是一个罪人 就凭你这个质疑 你已经很有问题了 这就是以利户所讲 以利户和他三个 约伯的三个朋友 其实手犯的错 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将所有的东西 太过简单的 世事的事不是黑就是白 但是当我们人越来越长大 我们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 不是非黑即白 当中真的有很多 存在一些灰色的地带 其实约伯不停地在讲 就是我就是在这个 灰色地带里面 所以他要问神 我在这个灰色里面 我不明白 所以我要找神 但是他的朋友就说 没有灰色地带 不是黑就是白 非黑就是即白 这个很明显就是 但是也知道他们彼此之间 一直的到今天都还没有 一直在争论不停 我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今天都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生里面 是不是过意将事情简单 就是不是黑就是白 这样子来二元来分 这些这样子来分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有同理心 明白人 在一个没有明白 没有同理明白人之下 所有的对话 以利呼和约伯的三个朋友 就是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 这种非黑即白 成为一个框框 成为一种硬的道理 但是这个框框和这个硬的道理 其实没有办法 帮助别人的生命来改变 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和约伯之间的矛盾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除了这些黑以白的分别 和真理之外 我们多一分的怜悯 多一分的同行 其实怜悯 同行才是真正的生命术 这种非黑即白 一定要分对错 一定要讲道理的 某程度上来讲 都是分别善恶术 分别善恶术所带来的 未必是生命的一种建造 反而会将人定罪分类 所以以利呼和约伯的三个朋友 就是很想用这个方法 让约伯知道 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去看一个人 从来没有将人去归类 因为每个人都是神 创造都是独特的 其实没有种类的 人才喜欢将人分类别 但是神从来没有将人分类别 人就是人 人是神所创作 每个人都尊贵 每个人都特别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那一份 无可替代 所以约伯就是约伯 约伯有这样的经历 并不是因为他是义或者恶 因为他是约伯 在神的眼中 他是极其宝贵的一个 所以他有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不同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 也不需要怎样 因为每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走过的人生的路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样不变的就是 神对每一个人的爱是特别的 神对每一个人的关心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路要走 以利互将所有的人太过简化 所以他看不见这个层面 所以他在这里不停的争辩 其实到最后都是没有结果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路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眼目看得清楚 神里带领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在这些的路上面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 每一个人自己去抓住神 走自己神为我们开的路 这就是智慧 Amen 神的爱是何其伟大 神的爱无论是我们在高处 或者是低估的时候 他的恩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正如好像诗歌里面的歌词所讲的一样 无论我们过往所经历的是什么 无论是受逼迫的 无论是受困苦的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来隔绝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就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就来更深的来回忆思想 过往 神的爱 从来没有间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不好 我们就在这里来思想 究竟过往的里面 我们经历神的爱 他救我们 带我们走出高处 走出任何的一个低估 我们就来思想这一份的爱 这一份的恩典 在我们的里面 会不会好像我们过往经历过了 我们很快就抛之老后 我们接着今天的早上 我们就来回忆 最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或者是更久远的事 我们经历神的那一份爱 我们就将这一份的精力 转化为感恩 开口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就用感恩 来归给我们的神 主要我们真的要将感恩 在今天早上大大的献给你 主要够往你在我们每一个的艰难 每一个的困苦里面 主要你都亲手 带领我们走出 每一个的阴暗 每一个的低谷 主要你的爱 厚厚的包围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在健康上面 无论我们在经济的困难里面 无论我们和人相处的艰难里面 主要你都让我们深深的经历你那一份的爱 深深的经历你的恩典 主要我们将感恩归给你 主要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当我们今天来到约伯记 三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 伊犁虎 同样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 同样用一个因果的神学 去论断 去批评 约伯的所作所为 他同样站在一个道德的高位来指责约伯 但我们很明显看见 伊犁虎 虽然他 对神的陈述 是对的 但是在约伯来讲 确实是很难听入耳 无论他形容神的那一份属性 神的公义的审判 可能都是真理 但是在于听的人来讲 特别是 过往约伯已经听了很多 这三个朋友的这一堆的指责 其实在这个阶段的约伯 他确实一句都填不进去 甚至伊犁虎 更多的 他不单止去认定 约伯有罪 他甚至觉得约伯 应该要在这一刻 就要回转 回改 你再不改的话 就会陷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处境当中 当我们看见这三个朋友和伊犁虎 这样来在约伯的身边 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其实 他们每一句的话 甚至一字一句对约伯来讲 都好像一支针 这样去刺痛约伯 好吧 我们借着以利户 今天的这一番的话 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先安静 坐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都在 都是在不同位分上的权柄者 我们可能都是别人的小组长 又或者我们都有肉身的孩子 又或者我们当中都会有做教师的 好不好 我们来检视自己 我们会不会就很容易 落入如同以利户 看约伯的眼光一样 虽然他的出发点 很想约伯 尽快地脱离 他现在的苦况 但是他口所讲的 他认为的真理 却没有带一分的怜悯 甚至 这些的真理 没有带着一分的恩典 好不好 好不好我们同样来检视我们 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说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是单单的 一分的教导 而欠缺了 而欠缺了那一分的痛苦 怜悯 可能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聊天的时候 很多时候 话题只会是 问你做了功课没有啊 问了书没有啊 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关心我们的孩子 又或者我们在牧养的上面 当我们陪伴我们的主人 走在艰难的路上面 或者见到他今天 在一个艰难的光景上面 我们会不会很忍不住 都会先找出他的错处 我们口手背的 都是一份冷漠的教导 好不好 我们就来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刚刚所讲的 觉得自己都有的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呼求 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拎走我们 拎走我们这一份的硬心 拎走我们 好像 以利户的这种所言所行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圣灵你 请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祷告的上面 将我们的软弱教给你 是的 我们很容易 落入一个批评论断 审判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孩子 看我们的主人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拎走我们这一份的眼光 拎走我们这个批评论断的语气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多一份的怜悯 多一份的怜悯 多一份的同理 多一份的爱 永留在我们在里面 让我们的眼光 可以好像耶稣一样 可以去看我们的孩子 看我们的主人 先去明白 了解他们的处境 明白他们的感受 主要你让我们 更多的回想 和你那一份的爱 当我们先被你 那一份爱来拥有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将这一份的爱 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的主缘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 柔软下来 我们不是只是用一堆硬邦邦的真理 来教导 主要你让我们的心 更多的来调节 抓将你的眼光 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 主缘 我们口所讲的 你的神的话语 你的真理 是可以温柔地讲出来 并不是一堆硬邦邦邦的龟条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柔软我们的心 主要你让我们去看见 我们真的是要有爱 才有动力来教导 主要你让我们 不是讲你的 真理的每一字一句 我们将你的 真理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化成一个爱 主要让我们有你那一份的智慧 去学懂 怎样可以让这些的真理 帮助扶持我们身边的人 使得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位 只看人的对和错 但是主啊你今天就了 亲自来帮助我们 调节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有一个生命树的眼光 来看我们身边的人 好让我们 真的有这个心 来 教证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口 同样所讲的是 爱的话语 带着一份恩典的真理 让我们里面 的同理怜悯 那一份的爱 可以让对方都能感受到 让他们同样 接收到 神里那一份的保护 你那一份的真理 领到他们当中 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无论在牧养的路上 或者在教导孩子的路上面 让我们作为全民 我们都有神里那一份的样式 将我们里面那一份 原本出发点是好的 同样这一份的教导 都可以传递下去 主要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 主要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约伯记三十四章 三十一三十二节 有谁对神说 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做了劣 必不再做 的确 没有人可以向神担保 我们不再陷入软弱里面 过犯里面 以利负 一方面提醒约伯 但是有一件事 他们不明白 神对人的接浪 神对人的帮助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人在自己的软弱里面 走不出 但是神是人的帮助 圣灵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圣灵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人生 这是以利负所不明白的 这个正正是约伯的呼求 约伯很想神 再一次来帮助他 因为他知道 唯有神 是他的出路 是他的拯救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心 人在软弱里面 但是神却将出人意外的平安 恩典救赎能力 赏赐给人 叫人可以在患乱中 可以走过 在软弱中 可以得胜 主要说你帮助我们 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 让我们可以过一个逃离喜悦的生命 主要我们愿意 将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 求主你对我们的心 对我们的灵来说话 主要你将胜 生气吹到我们的灵里面 让我们可以胜过 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过犯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你圣灵的大人 主要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